好 那我今天的主要成果 就是我已经本来 本来只能因为只能显示 100笔的那个会议 所以之前就只能看到第十届第四会期 那我今天就把那个 就是每一期的 会期的那个会议数跟日期 就先列出来所以进来之后 就可以点选说我想要 看这一次这一个会期有哪些会议 然后几月几号然后这样就可以 分别点进去所以这样子应该 要找会议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然后以及我把那个 speaker 页面这边 就是已经会自动读取 就是第几届所以假设我之后资料 再会人到第七届第六届的时候 这个资料这边应该都可以就是 那个自动自动的更新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每个立委的 发言次数跟参与次数 那以及我刚刚 做到一半的是 做到一半的是那个 投票投票的部分 现在除了比如说我随便点个委员 然后这个委员会显示他的参与议程以外 然后我现在也想要把 他有参与哪一些的投票列出来 例如说他参与了谁的提案的投票 然后我希望能再补上的是 他投票是赞成来反对 然后这案子结果是赞成来反对 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去看那个感兴趣的立委的投票 他的那个投票的比例如何之类的一些东西 所以以上就是那个 LiC一层今天大概的进度 好所以虽然时间很多 那应该就这样子了 好那下一位 是协讯妙星人的A4 3 7 7 7 8 8 7 1